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过程进行一个仔细的思考和反思 在反思的同时 试着从自己上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从吵架的过程当中 找到你们矛盾发生的冲突点到底在哪里 而且找准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缓解和自己领导之间的矛盾 并且仔细思考领导所说的话 到底对自己有哪些好处 而且他说的自己不足之处 到底是不是符合自己的真实情况 通过这样的思考和对比 我们就能够理解领导所有的观点和想法了 并且通过这样的形式 我们也可以让紧张激动的情绪得到一定的缓解 并且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很好地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和方向 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说 在发生争执之后 我们可以找一个领导心情比较舒畅的时间段 主动一起沟通交流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 情绪处于一个极度紧张和激动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失去自己应有的理智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说出了一些让别人恼怒的话 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人在气头上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要和他有过度的讨论和争辩 因为那样的话只会激化矛盾 让每个人都不开心 但是话说回来 再大的矛盾都有消气的那一刻 我们可以在之后的日子里 找一个领导心情比较好的时候 跟他开门见山地聊一聊 同时也主动地说自己做得不恰当的地方 以此来激发出领导对他自己的反省 从而这样就会让我们从根本上达到一个缓和的状态 但是因为吵了一架就去理智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很不理智的 而且非常不值得 就会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非常的后悔 所以说吵架之后的任何决定 一定要在我们冷静下来 仔细思考之后再做出决策 还有在第三个方面 就是沟通完之后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呢 在与领导坦诚不公地谈论完之后 一定要看一下领导有哪些反应 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领导的反应 做出我们相应的举措 假如说领导也可以像我们那样去反省他自己 而且与我们的交谈过程中 态度也非常的和善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选择离职 这样一个不理智的做法 而且要在此之后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假如领导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 对你传递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信息和表达 那么他根本就没有从内心想要反省自己 而且也不接受你这样的道歉方式 那么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去浪费自己的精力 完全有理由去选择离职 而且继续待在这样的环境下 对自己之后的工作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或许自己的离开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开始 并且找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环境 毕竟我们需要加入的是一支优秀的团队 在这样的团队之中 大家的注意力是在如何取得高效工作成果的方面上 而且对于一些矛盾和争执的产生 也能够做到比较恰当的处理 而且我们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不会被那些所缩的杂事弄得自己无心工作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了 今天的来来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宝贵意见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评论留言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九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解释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